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觉得极其疲劳 最多的一天睡了18个小时 我的变化把我老公吓坏了 我们决定去看医生 选择去了同善医院的中医院 当时我们觉得 既然是看中医 当然是中国来的专家水平最高 谁承想我们遇到了冒牌货 一个来自南京的所谓专家给我耗卖 根本没有耗出我已经怀孕了 给我开了十副条理的中药 家务用了两副之后的一天晚上 我做梦 梦见天上掉下了一朵金灿灿的莲花 我觉得不对头 就自己买了试纸 天哪 清清楚楚的两道杠 怀孕了 怎么办 因为不知道怀孕 我和老公有过四次长途飞行 众所周知 高空射线和压力对胎儿不利 当初参加老公朋友的酒会 我还喝了很多红酒 而且我还服了药 保住这个孩子的话 我害怕这个孩子不够健康 不要又实在于心不忍 我真的是进退两难了 最后我和老公决定 去同善医院的西医院问问医生 因为同善医院作为一间有名气的医院 对入住医生的要求是很高的 一般是留学加拿大或者英国的流洋医生 我们当时选择了留学加拿大 已经50多岁的余伟明医生 我们把情况如实地对于医生讲了 并且我当时的倾向是不要这个孩子了 余医生听完以后沉淫了片刻 对我说 我不敢说这个孩子一定健康 但是我相信孩子生命力的顽强 如果你们实在不想要这个孩子 那么请你们到别处去 我从来不做流产手术 如果你们选择要这个孩子 考虑好了 明天到我这里建立档案 我和老公考虑了一天 最后决定咬牙冒险留下这个孩子 孩子三个月的时候 我去余医生那里做B超 国外的B超屏幕是针对着孕妇的 我看到了一个不停活动的小人 余医生笑了 他对我说 现在看这个孩子挺健康的 然后他指着屏幕上一个个小亮点告诉我 分别是孩子的脊柱 小手 小脚 我心里瞬间体会到了母亲的喜悦 时间缓慢地过着 怀孕的女人可能多爱多想 我始终放心不下 就非要我老公带我去天后宫抽签 抽签的时候 我默想着要问的是抽出一根 结果上面赫然写着 你怀孕了 请守候天使 我有点吃惊 心想也许是巧合吧 于是把钱放回来 反复摇了以后又抽 还是上次的签 我觉得明明中是上天要我后代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就是我今生要照顾的人 转眼怀孕九个月的时候 我因为滋补过度引发高血压 于是增加了检查的次数 最后检查的时候 突然涌进来很多 同山医院 附属学院 护生学院的学生 我记得是五个女孩子 由一个名叫爱你的女教师带进来的 当时大屏幕上 孩子突然正面对着我们 看得特别清楚 一个印度裔的女孩笑着说 一个男孩 我自己也看得非常清楚 但是我还是追问了好几遍 男孩 你确定吗 于医生连同爱米小姐 都给了我肯定的说法 最后于医生还拍了B抄照片 加到我的运气档案里 因为我的妊娠高血压越来越高 最后决定剖腹产 就在剖腹产的前一天晚上 12月5号 我做了个异常清晰的梦 我的奶奶生前是个特别善良的老太太 她去世已经20年了 可是我从来没有梦见过她 那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回到了祖屋里 我的爷爷躺在藤衣上 我挺着肚子站在她的一边 可是她好像就是没有看见我 突然我奶奶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的奶奶穿得非常干净 头上戴着像这一颗祖母绿宝石的老实的帽子 耳朵上分别戴着两个说大的宝石耳环 虽然在梦里 可是我特别清醒 去世家古代 耳环的树木是不能随便戴的 只有身份高贵的人才能多戴耳洞 多戴耳环 我奶奶去世以后 我妈曾经托会走银间的人 看过我奶奶去了哪里 当时那个走银婆说 我奶奶一辈子心善 去泰山上修行去了 我看着我奶奶的穿戴心向 她来在那边过得不错啊 不过她似乎对我也视而不见 我爷爷用管杖倒着地问我奶奶 你来干什么 我奶奶连着回答了两遍 我要回来 我要回来 她回答完 我就一下子下醒了 出了一身的汗 看看表只有五点半 可是实在睡不着了 就收拾收拾去医院了 当时讲 本来是定在六号的早上九点半 谁称想 马上要轮到做手术的时候 有个老妇人一定要加三 医生特别为难地和我商量 我就说行啊 不差这一会儿 于是我的女儿 在将近十二点的时候出生了 孩子刚爆出来的时候 我老公质问医生 你们不是说是个儿子吗 余医生十分不好意思地说 他看错了 我当时也相信他看错了 后来一想 绝对不是看错 余医生几十年的经验 暂且不谈 当时在场的艾米教授 是个年以五旬的妇产科教授 还有五个受过几年医学教育的学生 一个人看错有可能 但是几个人都看错 可能吗 就算都看错 那么那张宝宝小鸡鸡的照片 从何而来 报错也绝无可能 因为我老公一直在门外 而且那天还有两个孩子出生 都是女孩 我女儿的手和他爸爸长得一模一样 额头和唇形和我一模一样 绝对不可能报错 最稀奇的是 我女儿的耳垂天生仿佛两个耳洞 就像打过耳洞 然后长寿的那样 孩子满月的时候 我又去天后宫抽签 想问问孩子的命运 因为孩子出生的时候 只有五斤多 属于低体重婴儿 我又用过降血压的药物 我还是有点担心的 结果签上说的是 红日当头照 贵人到家中 女儿的出生时辰 只将近十二点的时候 确实是红日当头啊 在孩子将近一岁的时候 我的婚姻糟糕到 实在无力维持的地步 于是我带他回国了 当时我很担心 我母亲能不能接纳他 因为我母亲是个特别要面子 有助男轻女的人 谁想到我母亲对他极其的好 其实我奶奶在世的时候 和我母亲关系就特别好 在我奶奶去世多年后 我母亲仍然对他意念不忘 有一次我母亲说过女儿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是觉得这个小东西 把我的魂勾走了 当年我冒险留下了这个孩子 没想到的是 有一天他还救了我一命 那段时候和老公不断的争吵 以及对未来前途的迷茫 让我万念俱灰 那天晚上我值夜班 我的搭档在隔壁房间 和老公用手机聊天 看他们你浓我浓的 想到自己我心里更难过了 突然停电了 来电以后 我示意我的搭档继续聊 我去重新启动设备 在配电室里 我突然涌起了个可怕的念头 这是将近几千伏的工业电渣 只要我摘了局员手套 把手放上去 一切的痛苦就了断了 而且没人在旁边 所有的人都以为是一场事故 我女儿可以得到一大笔抚恤金活下去 而我也解脱了 我在配电室有余了两个多小时 最后还是觉得 孩子已经没有父亲疼了 假如我走了 他就真的是一根草了 我擦擦眼泪 扶着墙走出来 整个人如同虚拖一般 第二天 我妈突然特别小心地问我 你昨晚没事吧 我一惊以为被他看出来什么 就演示说 不是都挺好吗 我妈长出了一口气 没事就好 昨晚宝宝连续两个小时 不断地叫妈妈 我以为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追问几点 我妈说从六点到八点吧 不停地叫妈妈妈妈 怎么也哄不住 馋死我了 六点到八点 就是我在配电视的时间 我是被我女儿叫回来的 因为她是个特别安乐一样的孩子 几乎不生病 不残忍 而且这么叫我的情况 只出现了一次 原来没有 后来也再也没有过 我的孩子从表面上看起来 确实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 小女孩大多很小就能说会道的 她不大说话 除了遗传她父亲的美术基因 和我的越感外 看不出任何出色之处 这样像也没遗传 我和她父亲的优点 不过我一直觉得 我们凡夫怎么能随便 用聪明和漂亮 来判断人的过夫旦夕呢 多少孩子看起来聪明伶俐 却是让父母操作新的孽障 多少漂亮的女孩子 逃脱不了活年命薄这句话 我只为很多年轻的少父 就是觉得吃药了或者喝酒了 或者最近身体不太好 不适合要孩子 怕孩子不够聪明等理由 就轻易地放弃了孩子 抛开手术的风险不说 你可知道 你放弃的可能是这一生 最爱你的人 或者是最能带给你福气的人 皈依以后 我带孩子去了次普陀山 去过普陀山的都知道 有个梅府禅院 里面有几位老尼师 是非常有修为的师父 那天我带孩子去的时候 恰巧有位老尼师在晒太阳 他看见我的孩子 就招呼我们过去 然后说了很多吉祥话 我的皈依师父是为十几岁就同身出家 毕业于敏南佛学院的比丘尼 和他相处的过程中 我确认他是有神通的 因为我觉得我在他面前简直是透明的 我想什么他都知道 但是他总说自己没有 他就总是叮嘱我要照顾好孩子 有时候我忍不住跟他抱怨孩子笨 他就笑然后说 我可觉得不错 你要是不要就给我 我母亲也经常偷偷给我算卦 巧合的是 很多在我们这边有点名气的算卦的 都是我的孩子命理代财 说也奇怪 我回国以后 挺意外地建了一间 我有特大企业 而且在这之前 我所在的这个分布的效益 不是很好 但是从10年 我上班开始 效益突然进了三家 除了工资之外 经常有各种购物卡 补贴 奖金 虽然我是独自一人抚养孩子 但是生活还是很过得去的 有不少算卦的 包括我师父 都说我玩景非常好 其实我想 玩景好 首先肯定是孩子好 因为一个人 哪怕事业再成功 孩子不好 老了都不会幸福 看完了佛友分享的经历 希望大家能好好地对待生命 不要再做堕胎 这种非常损耗 个人福报的事情了 其次我们要明白 那个来投胎的孩子 一定是和你缘分最深的人 是你的血中血 肉中肉 你如果把它当作负担一样 处理了 极有可能你同时处理的 是你一生的幸福 好了 今天的内容 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